這是亞洲之子、亞洲佳人選舉的主角 陳啟泰 大家一定要向他好好學習 到現在這個階段 可能自己會希望將真果一面多些會擺出來 無論自己接的工作 或者是個人的思想會走向 盡量做一個幕前幕後都是一個陳啟泰 對, 是吧 活得健康, 是一種生活哲學 陳啟泰無時無刻 都給人精明幹練, 狀態十足的感覺 全因他一直擁抱著這份 我有我自在的做人信念 生幾個階段, 譬如20、30歲 可能是平博的階段 接著到一個稍微修成的階段 現在我反而覺得不是退休 是重新出發的階段 因為我覺得是人生開始另一個起點 其實崇尚健康 對於健康有這麼大的興趣 對於我的工作 除了令自己精神一點之外 譬如說涉足的工作 可能選擇的方向都會偏重一點 注重健康 譬如說有些可能是太牙筋底的東西 不會選擇去做 或者選擇一些跟健康有關題材的東西 會喜歡做多一點 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影響 我自己喜歡跑步、做健身 都是在家裡做 跟小狗玩玩 基本上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 不過如果最大最大 你的興趣 也同時可以舒緩壓力的 有一件事就是這件事 駕駛除了人動機器可以聯合在一起 除了一件事, 感覺很輕鬆 尤其是譬如說去這些地方 去一些家外的地方, 有車河 你會覺得好像完全沒有約束 沒有所有牽掛 所以平時我自己… 有時下班或者有空 我喜歡為駕駛而駛駛駛 在公路上無驅無俱地駕駛飛遲 注意力越來越集中 人也進入了忘我的狀態 Kent手執軚盤, 駕輕就熟 在他的演藝事業上 同樣是任意闖蕩 我自己也有幾輛車 有時喜歡駕駛這輛車, 駕駛駛駛 感受不同的感覺 我自己也挺奢侈, 三輛車都是棍波 所以現在很慘 因為棍波的車越來越少 因為現在很多車已經用自動波 加減波, 已經做得很快 不過在我來說 快不是一個最大的目標 反而是它能夠給我的回饋 它能夠給我的回饋 自動波車是不能給的 我除了喜歡駕駛車之外 我對汽車的性能也很有研究 不說是有研究, 很有興趣 自己也喜歡改裝車 不一定要馬力大或甚麼 就算改裝後的車可能是省油了 一公升可以多走幾公里 對我來說也很成功 所以車對我來說 只會是越來越喜歡的一件事 性格改變命運 向來喜歡創新求變的Ken 修讀經濟學出身 曾經做過銀行、廣告、擔任模特兒 但最後還是欣然選擇 搭上演藝之路 一般都是你考慮旁風 然後表演出來選擇 我 응 真的很酸 不, 還可以的 我覺得很多女士很欣賞 很尊重你這份專一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可以譬如說今天星期三 中午12時半 在這裡可以開車, 做訪問 待會去吃雪糕 這些是娛樂圈 其實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當然在工作方面也很吸引 因為做我們的行業 可以演繹不同的角色 以前譬如拍劇集 又可以做過律師 又可以做過建築師 又可以做過僵師 很多人說賺很多錢會否滿足 很多錢當然有些人會給滿足感 他們買很多名牌、物質的東西 但是其實做這行業 也有很多滿足感 就是我可以在… 譬如說星期一的下午 跟我的狗們去沙灘游泳 這些我想是… 就算你是多富有, 多富有財、富有勢 都未必有這種行程日子可以做到 這行就可以做到 當然在藝術上也有很多上司 無論是主持、演戲, 甚至唱歌 幾方面都可以讓我滿足自己的夢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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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多少錢? 人家不是說錢的 難道為興趣? 看看怎樣 你看我的樣子,我還要出來賺錢 我幫你自己賣給我,好嗎? 八萬虎翁絕對是一個 為我帶來最多名利的節目 但你說它是否令我最引以為傲的節目 當然它是其中之一 因為我也覺得這個節目很好看 我有時自己放空回家也會看 但其實… 你說在創作上,其實這個節目是有點制作的 因為它是版權節目,在英國買回來 所以很多我們想嘗試新的東西都做不到 譬如說,我們曾經想嘗試加一些圖片題 或者一些視頻的題目 加一些片,加一些照片 讓大家猜一下,英國方面是不給的 但是你說如果沒有八萬虎翁 當然我想會少許多人識成啟態 而且為我帶來很多機會 例如登台、展彩、很多活動 無形上利方面、名方面都會多了很多 所以沒錯 八萬虎翁真是在人生裡 一個最重要的節目 我想每一個藝人或每一個人人生 可能去到一個位置都會遇到一些 所謂叫做樽頸位 但其實我覺得遇到樽頸位 就看你自己怎麼看 譬如說我現在… 你可以當我現在這個階段是一個樽頸位 譬如說在主持或者演戲上 我經常都試過某些東西 都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些經歷 接下來做甚麼好呢 又不是七、六、八十 又不是退得休 在我來說 其實還有很多事未試 譬如說很多演戲上的角色 我是未試過 只不過是以前我經常穿西裝 人們不會給我那些角色做 這些我可以嘗試一下、突破一下 或者在主持方面 我其實還有很多的想法 尤其是這幾年多了很多 自己創作的東西 我想放在我節目裡面 或者可以嘗試不同其他範疇 所以我覺得擲不擲頸位 就看你自己怎麼想 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階段 都可以遇到一些牆壁 但你如果可以用不同的思維 衝過了這個牆壁 就會有另一片天 字幕志愿者 策刀